我们用一个口罩一秒钟就可以把这个线穿到针孔里面 不管这个线有多粗 针孔这个眼它有多小 都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过去 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 给大家拿来分享一下 我们看首先呢先找一条粗条的这个线 因为这个线太细了 穿过去啊感觉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用这个粗线 粗线越粗的线越更难往里边穿是吧 很多人呢都是穿线的时候 都是直接拿起来这线以后 往这个针孔里面处 但是呢看着它已经处到针孔上面了 但是呢就是穿不过去 它的原因啊就是这个线太软了 而且呢前边也毛红红的 所以呀很不容易把它穿进去 那么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个口罩 不要直接穿这一线 我们用这个口罩借助这个口罩的力量 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穿进去 我们来看把这个口罩打开以后啊 我们用个废口罩也是一样的啊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口罩用个 剪刀我们给它剪下来一刀 看剪了一刀以后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口罩上面这个硬的这个铁丝 我们把它给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然后呢我们把它先剥掉上面这一层外皮 看我们就这样把它拽出来 拽出来以后啊 它是非常细的 而且硬度也非常高 接下来我们把它靠在中间的位置 我们给它折一下 打个死折 然后捏一下 我们看 接下来给它修整一下 这样修整 你看 让它中间宽 两头窄 成这个样子后 我们可以进入它的力量 就可以快速的穿针引线了 我们来看 首先呢我们来穿针的时候啊 引线的时候就这样 把这个东西往这边一塞就过去了 你看 因为它比较硬 而且也比较细 是吧 这样一弄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把这个粗的线从这儿穿过去 不管这个线要多粗啊 都可以从这儿穿过来 因为这个孔非常大 是吧 当它穿过来后 你看 我们这样轻轻的 这样一拉 这个线就过来了 是不是 非常容易是吧 穿针引线 你看 直接就从这儿过来 速度非常的快 是不是 你看 这方法呢 非常的高用啊 分享给你 感谢大家观看